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珊 首先祝大家兔年行大运 做股票天天一直转 今天非常的高兴 在我们新春开红盘的第一天 大盘飙涨了560点 这段休假的期间当中 美国的股市真的是飙飙飙 而到底在飙什么 最主要是飙高科技股 而高科技股又标费城半岛 费城半岛里面又包含了一只 最大只的叫做护国圣山 所以今天这个大盘 完全由台积电的领军 还有台股在这8天没有交易当中 补涨了 我想台股在兔年当中 会如同当时我所讲的 在封关那个时候 那个点位 就好比兔子 蹲在那里 那么兔子蹲在那边 代表这个地方是一个楼地板 今天直接开红盘 跳上去 我想大家做梦也没想到 大盘可以如此飙了560点 但是在过年期间呢 珊珊老师一直有跟Telegram的粉丝来互动 我有PO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包括礼拜六的时候 我看美股的走势 我赶快写了几句话给大家 我说美国费城半岛长成这个样子 而台积电ADR这样的标涨 我预估台股会涨500点 而台股有机会达到万五五 所以我今天离万五五差七点 所以不管是大盘或者是个股 我想大家能够好好的看何老师的节目 包括常态节目 还有我假日特别节目 那么在今年的一个兔子刚开始开盘的时候 大家真的就一直转的亲爱的朋友 此次行情不管是大盘或者是个股 完全命中 谢谢大家对珊珊老师的肯定 而接下来这个行情 我们要的不是今天只有一天的大长 我们要持续拼到远校节 今天大盘的大涨只是开轨而已 但是我们要后续的飙涨飙不停 以这种量价结构 大家万万没有想到 今天阿多仔买了720二亿 三大法人加总买了800多亿 对是真的了 所以这个行情一定要期待 元宵节拼大的 这个时候还没有赶上脚步的 欢迎跟珊珊老师一起来努力 而这份的资料 今天索取最后一天 在过年期间你们有登记的 有索取的 今天一大早应该热腾腾就拿到了 这份的资料 其实我在Telegram上面 有秀出这一档 很多人当时看到 珊珊老师这个新春大秘宝 其他虽然盖起来 但是今天有收到的应该可以感受到 珊珊老师的专业 而且唯一直接拆开的叫做台积电 很多人应该没有想到台积电今天可以涨40块 对不对 但是这份的资料 我在过年期间已经把这个台积电直接公开在上面了 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如何在兔年战胜这个市场 而把去年虎年没有赚到的 或是赚不够多的一次把它赚到满为止 所以这份的资料 今天索取最后一天 因为有时效性 不然一直标一直涨 你没买到 那拿了也没有用 所以赶快把握时效性 当然 珊珊老师2月1号开始 节目有些异动 珊珊老师会转站财经 运动财经台TV 你们在电视打开找运通财经台就可以找到我了 晚上7点到7点半与大家相约在TV上面 而YouTube频道的节目在晚上8点会上架 那如果这两个时间记不下来 没关系 把珊珊老师两个粉丝官网好好的加入 你随时都可以收到我最新的讯息 LINE 小老鼠QQ33 Telagran 股市付钱金或QQ33168 你都可以找到我 这两个粉丝官网差别是LINE的部分的首页 常常有个股的研究资料 剖图剖文 还有一个快捷图示 你要收听广播 收看TV 直接按了把你连结了 至于Telagran的部分 盘中节讯息 盘生影片 各股的操作 李舟TV YouTube节目 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 今天我们先帮大盘按赞 也帮自己按赞 有报股过年的一定要按赞 并且竖起无数的双拇指 台股真的有未来 大家好日子真的要来的 今天金兔来报喜 直接标涨开出 今天开盘就是今天最低点 今天收盘就是今天最高点 换句话说 今天这根的K线 单一K线 它留了一个非常大的多方缺口 这秋空上开实体红 而大家久违的3000多亿的量 今天真的挤出来的 而今天挤出来 是建构在权重股游领军 各个中小型股全面的表态 所以这个格局对了 架构也对了 在过年期间 国际股市涨得并量狗 尤其跟台股有关的一些科技股 涨得非常的凌厉 所以台股今天应该环游 它应该有的价值 今天收盘涨了560点 我在台股股跟大家讲 预估今天会扣155 今天后来收15493 差7点 我相信这个Lucky的7点 随时会补给各位 大家看到我礼拜六给你们的话 你应该觉得 这个分析师连过年都在做功课 对啊 所以我能够直接跟你预估 今天台股最少涨500点 而能够扣到155 7点 我们随后来补上大盘加油 封关当天 我跟各位说到 当天是一个小红十字心 大家不必灰心 因为每次到封关前一两日 都是这样的一个进行 瑕福的震荡 但是我期许1月30号 一路藏红 刚好今天日子非常特别 1月30号 也是珊珊老师的生日 所以很多粉丝 有人有留言给我 谢谢 我也不知道你从哪边知道的 所以今天日子非常的特别 台股也大涨 所以大家都很开心 再来 当天 1月17号封关的时候 我跟各位提到 15152 我说只要台积电能够过 509 过510 那么大盘直接扣155 而当天我对大盘这么看法 吸入形态 叫做连续心 本间K星的连续心或连续多心 都是一个转折代变的走势 当天我跟各位说 大盘有三个多方缺口 而金兔年有万五的面向 今天万五多多多了 而美国的一些数据 我都有留意 那我当时给大家一句中肯的话 如果美国他们公布的一些数据 会优于预期 那么台股补涨机会大 扬眉吐气 结果今天涨得好多 直接上去了 这里都没有什么压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 因为这个行情 到这边留了四个多方缺口 今天缺口最大 今天是346点缺口 亲爱的 你们什么时候看到多方缺口 有300多点 对 就是今天 而这个走势呢 由连续心转为猛爆的走势 量价其扬 所以今天这个形态 直接叫做晴天宇住 不管是你要的价钱 或者是量 就是晴天宇住 有没有看到 这样上去了 所以今天大盘直接喷了万五 年假期间 由于美国科技股的飙涨 所以带动了今天台积电也补涨 哇 台股杳美吐气 那么注意了 现在是一个转墙 就是直接很明显的扭墙 所以我关键价给大家下面的 只要守住防守点 那么明天请大家注意 15392 明日只要守关键 一样 行情续功不回头 大盘加油 大家加油 接下来 护国神山 12万张 一个手 是跟台积电敬礼 一个应该是要跟 珊珊老师敬礼 因为我也叫做护国神山 这张股票 我从300多块一路经营到现在 中间有调整 有买回 有调整 有买回 但是我确定的是 我们家族 有抱另外一半的台积电 对不对 所以今天台积电标了40块 代表一张台积电多了4万块 所以报股过年 报对股 报对时间 一样能够赚钱 12万张 封关503 我说不要泄气 16号 505 13号 这一天也是突然大涨 这一天我调了一半 对不对 那我们300多的一路到这边 这个最高点这边 调了一半 也占了非常的多 但是另外一半 我坚持报好 会员可以过好年 有钱 还有标股 这一天我已经跟各位说台积电的一个财报状况 这一天我特别说 跳空三连星将有大行情 很多人看到这种黑黑的不喜欢 但是本间K线 在乎的是形态学 四日将你猛报 猛报天上掉下的礼物 我直接卖了一半 对不对 一张13万 十张130万 那么今天还要赚多少 你们自己帮我算 一张又多了4万块 那十张又多了4万 对不对 一路走来 我跟大家讲 如果能够赚上509 有望万五封关 但是封关当天并没有非常的强 还在这边 我再讲一遍 开红盘 509越过 大盘就万五 不止509 不止510 直接碰上去了 今天台积电来到543 过瘾吧 有钱 有标股 真的是最开心 那么接下来 台积电要怎么做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 持续追踪我的节目 还有呢 好好的听听我客观的分析 再来 郁金光是我看好的镜头二哥 我说现在你要好好的注意郁金光 今天涨了15块 收360块 这段过程 封关当天表现不怎么好 但是我没有放弃它 我还跟大家讲到过 郁金光这档股票 你们要好好的留意 尤其资金够大的人 1月13号 很多人很讶异 这档股票既然下跌 我告诉大家 这种走势 是低阶买盘涌入 当天的量四倍 结果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啊 这根线很丑吧 但是本间K线研判有大手截去 结果事到如今 这个点成为这波最低点 果然次日长红必缺口 结果封关当天还在这 我说这边注意了 有可能成为它此破断的低点 结果今天 上去了 所以单一K线每个人都会看 但形态学交给本间K线 所以今天 看到这 接下来过了这里 整个行情就好玩了 大家多留意了 那讲到这边 我突然想到 我特别节目当中 有跟大家讲到 台积电跟大盘 其实有头肩底的雏形 今天喷出去了 两只都喷出去 大盘喷出去 台积电也喷出去 对不对 那已经成型了 所以你们万万没有想到 看我特别节目 既然把这个小秘密跟你们讲 今天直接就猛爆 亲爱 除了这个莲勇 法人非常的爱 头信也非常的爱 16号跟大家讲 收链向上突破 一个收链 对不对 结果呢 风关跟大家讲 低点一天比一天的 还要高 就今天呢 直接喷过去了 这个收链是不是被突破 今天最特别的地方是 高点跟这个357.5 刚刚好一样高 所以接下来 这个大底 要如何完美 就注意了 近期357.5喷出去 就直接上去 我所介绍的股票 我所介绍的股票 法人最爱 有成长性 还有未来 还有订单 基本面 筹码面 技术面 通通都有 所以在这边好好把握 这些兔年能够让你赚大钱的标股 接下来 技家 我一直讲 你要什么板都没有关系 不要踢到铁板 但是你一定要留意 什么卡什么卡的 那一定要卡这个技家 今天直接涨了5.5元 5.5元好像不怎么样 但是怎么样的是 下面你看图就知道了 1月17跟各位说 技家收114 一定要报股过年 这一天我跟大家讲 技家大碗心底 连续 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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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心 我特别用这么多的心跟你讲 这种线型 大家都不喜欢 伺服器 板卡 显卡 这种线你不喜欢吗 因为后面都小小的 看不出来 又黑黑的 结果发生什么事 请看 本间K线的连续多心 连续多多多多多心 哇 波段最高 这个碗 越越漂亮 对不对 亲爱的 直接喷出去了 量来了 大脚来了 喷出去了 所以你们要听我的结构面 还要听本间K线的形态学 单一K线每个人看得懂 但是你用形态来判断未来 我已经告诉你了 这张股票今天直接喷出去 连续多多多多心转猛爆 量价奇亚 佩服了吧 金星科 今天早上涨比较多 中场只涨4块钱 我相信他有能力可以一次标翻 因为这一天封关涨了7块钱 我也跟大家说报股过年 这一段他先涨了 涨11块钱 16号跟各位说 大复合头肩底 有没有 这边一个 一个一个 这边再一个 大脚们多注意了 封人当天不怎么样 但是我在那边标561 结果今天发生什么事 今天最高点560 因为我已经跟你讲 561喷过 他就海阔天空 今天就来560 这神奇了 对不对 跟你标561 我说越过这边就直接喷了 结果今天刚好挡到这 这太神奇了 我完全用本间K线客观跟大家谱心 接下来 这档监控 今天涨8.5元 我封关也跟大家讲 监控大支跟小支 大支我看这档精锐 有没有 封关当天 虽然下跌 但是我看好它 我说高档连续线 随时会有大航气 已经涨到这边 这边一层 突破再一层 注意了 安全监控 要多多留意它 至于比较低价的深锐 今天表现也不错 涨1.6元 这档股票 封关也不怎么样 但是我们要的是 后续的爆发力 封关在这里 今天有没有看到 日K三连红 其实这档股票 偷偷跟大家讲 法人业内 有一直在买 它没有让各位看得出来 那么重点是 你要比他们早 或者是在还没有爆发之前 赶快去买 这样了解吗 接下来 中砂不是装砂子的 台积电的上游 再生晶圆很重要 涨了3块 119 封关116 我16号跟大家讲 要多留意 表示我很有远见 不只抓台积电 还抓到中砂 我当时跟各位说什么 大律的雏形 对不对 雏形 我已经画好了 17号封关跟各位说 年后放量必爆喷 结果今天呢 突破 突破 是不是很开心 接下来 这个数字注意的 喷过 这个底 就非常的完美 不会上车的 来问我 善打 刷张股票 我觉得 你们看这个图 会我有竖起很多的拇指 请看 今天这样喷 对不对 封关 封关我特别讲 除能绿能 知通讯物联网 古兴活波 商寄来的钱财就来特别化两成 我框这里 有人在吃货 结果 结果呢 哇 漂亮吧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把握 这本资料 今天索取最后一天 赶快把握时效性 金兔来报喜 股市真的大长红 股票真的也三级跳 我希望大家赚钱都能够比三高 跟着三三老师真的能够天天一直赚 祝大家兔年行大运 做股票天天一直赚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